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这一期呢继续跟大家聊聊香港的新闻呢 大家也都知道之前跟大家说过了啊 教协宣布自行解散 然后的话教协解散之后呢 香港啊包含外媒的一些媒体吧 一直在追下一个是谁 下一个到底是谁 下一个解散的会是谁 有很多的媒体会说什么职工盟是下一个 有一些说什么支联会 也有说什么那个民间人权阵线啊 也就是简称民阵啊 然后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一些组织啊 可能是他们 总而言之这些点名的这些组织吧 然后有可能是下一个自行解散的这些组织呢 他的背后啊都跟一个人有关系 叫司徒华 然后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不管是民主党 不管是什么这个民阵 不管什么支联会 不管什么教协 还有职工盟 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人物 就是司徒华 到底什么关系呢 然后之前跟大家聊过 专门挖过一期啊 那个教协啊 起底教协的一期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今天这一期我就不细说了 我要跟他讲什么呢 讲到底下一个是谁吗 不是 为什么呢 其实我不希望他们自己宣布解散 我不希望他们自己宣布解散 我希望他们做什么呢 死磕啊 硬撑啊 对不对 继续的干下去 继续的斗下去才有意思呢 然后的话 很多的媒体 很多的外媒都在说啊 那个什么 这是因为啊 中共的打压 导致什么呢 现在有一些那个组织啊 香港的民间组织 开始纷纷的自行解散 然后的话 最近我还看到了一个新闻 非常小的一个新闻呢 这个小新闻呢 就是香港的支联会啊 然后的话 支联会 大家要知道啊 是每年的六四啊 然后的话都要 这是发起的原因 也是因为六四啊 然后香港的每年的六四的集会 也是支联会发起的 支联会啊 在香港的政治组织 也算是非常庞大的 曾经啊 跟支联 曾经支联会的会员啊 在香港的立法会 不是占40% 就占60%的议席啊 支联会很有地位 但是支联会 在最近这些年呢 慢慢的都变成了兰炒派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勇武派 就是听成天上街 喊大喊杀的那一派 这就是支联会 然后支联会呢 但是呢 因为这些年呢 近些年 这个支联会越来越缩小啊 越来越影响力变小 变成了什么呢 里面有很多的人啊 都是年轻人 也是为什么支联会变成了 勇武派 兰炒派 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现在支联会的高层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然后呢 有一个被抓的 一个支联会的 一个女的 一个算是领袖吧 叫邹幸彤 然后的话 最近被保释了 结果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香港的勇武派 香港的兰炒派 见着什么媒体啊 见着什么 他能对公众说话的场合 都是非常硬的 都是保持理想的那种状态 绝对不怂的那种 然后一定要保持勇武的态度的这种 结果呢 因为这个人最近啊 被保释出来之后 跟支联会的现在的高层们进行啊 密会 然后被香港的记者给看到了 然后他呢 偷偷摸摸的啊 然后出来 结果被香港的记者来赌 赌的时候呢 那个态度非常非常的好 看到这儿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这些香港的这些泛民主派啊 然后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香港的这帮反对派在做什么 尤其是因为现在这些新闻都是在什么 都是在教协解散之后啊 然后的话爆发出来的 然后的话 整个香港的这些民间的这些组织啊 各种各样的组织啊 然后他泛民主派的组织 他们的态度变了 跟原来不一样了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态度变软化了 态度十分十分的软 那个腰啊 也是十分十分的软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想要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 大家要小心一件事情 什么事 他们在装可怜 很多的大陆的朋友啊 不要看到什么那个 教协解散了 各个组织纷纷的可能要解散 表示太高兴啊 大家一定要小心翼翼的看待他们 他们在装可怜 他们在向西方啊 在向美国这些国家 然后表态 你看看尤其是什么 着重要跟大家说一下 尤其是他们在向香港人 一般的香港人表态 表达一种 你看看我们都自行解散了 你们还要追杀我们吗 你们杀了一个教协 还不算完 你们还要继续杀我们 这些组织吗 他们在表达这种态度 我们这些组织很可怜啊 支联会啊 民阵啊 然后的话民主党啊 然后职工盟啊 我们都都是一些民间的组织 你们还要让我们继续解散吗 香港万劫不复了 他们要表达的是这种态度 咱们大家每一个人都要小心 然后的话 那很多的朋友可能看到这会说了 老吴那你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很简单 接下来要小心翼翼的做两件事情 两句话 一件事情 这两句话是什么呢 一将胜勇追情扣啊 除恶必尽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两句话呀 然后就算他自行解散了 他犯法的事情该抓得抓 该判得判 不能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们 如果放过他们 现在装了可怜之后 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前面跟大家讲了 他们的目的可能是在装可怜 像香港人 像西方 像美国这些国家装可怜 他们要做什么 获取同情 获取同情 得民心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 他得民心要干嘛 他继续发起下一波的 然后进行抗议啊 进行给你捣乱呢 正准备这一些东西呢 你以为这些人解散了 他就散了吗 真正完完全全就散了吗 他们那些人里边 尤其是那些领袖的那些思想 他会改吗 他会改吗 如果说啊 解散了这些事情就算了 那下回他再成立一个组织 再给你捣一波乱 你要再再抓他的话 他再继续跟你说 我解散了 哪那么轻松啊 其实很多的香港人啊 一般的香港人 也要明白一件事情 做事情是要有责任的 做事情要负责任 一个成年人要明白 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承担做这件事情的责任呢 不是说我解散就完事了 你犯法的事情 该抓得抓 之前跟大家做那个视频 起底教协的视频 里面讲的很清楚啊 你们之间的关系奇奇怪怪的 民主党是政党 然后的话支联会呢是六四啊 因为六四发起的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政治势力极其庞大 民阵呢 年年七亿发游行 都是民阵干的 然后的话职工盟 跟台湾奇奇怪怪 等等等等 你们这你们这些组织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把它解释清楚 说解散就完事了吗 而且你们的共同的 那个联系人司徒华 到底怎么回事啊 对不对 一个人有如此之大的力量 在香港能香港的政治圈里面 能叫得出名号的 都跟他有关系 啊 什么人背后没有支持 能够能够有如此之大的能量 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 不把它起底一下 不把它给能跟香港人 跟全世界的人解释一下 那你们这些人以为这些事情 就能轻轻松松过去了吗 除恶必尽啊 除恶物尽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些事情啊 一将胜勇追雄寇啊 每一件案子要跟他缠得清清楚楚的 下一回他们才知道害怕呀 所以说呢 看待这些事情 看待香港的新闻 每一个大陆的朋友 不要先高兴 其实有些新闻爆出来的时候 它背后的意思 不是你想象那样 比如说外媒在报 下一个是职工盟要解散 下一个是民阵要解散 下一个是支联会要解散 等等等等啊 给你报这些新闻 哎呦我的天哪 我们的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让他们解散了 解散就完事了吗 大家一定要知道 解散就代表他失败了吗 不是 解散是一种态度 这种态度是向香港人 尤其是一般的香港人 表达一种态度 我们很可怜 然后的话老公打压我们了 我们自己解散了 我们宣布解散了 然后不要再打压我们了 如果说你要再打压我们的话 那看看我们多可怜呢 或博取同情心 大家一定要知道 以前跟大家讲过 治理一个地方很简单 但是的话 治理的核心你不要忘了 是什么呢 是民心呢 接下来之前跟大家说的 然后呢 香港最根本的问题 其实还是贫富差距的问题 香港社会的民怨 就是这些人造成的 政治人物跟香港的财阀 结合起来 政治人物还有一些团体啊 跟台湾呢 跟财阀呀 乱七八糟的那种关系 然后导致了香港的社会 变成了如此民怨 民怨如此之重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 如何挖这个社会的根 让这个社会变健康呢 就是解决民怨问题啊 之前跟大家说了 夏宝龙说的是什么呢 什么汤房啊 什么那个龙屋 这种现象 要要要去香港 让他在那消消失掉 不然的话 香港这个社会 民怨还会起来 为什么贫富差距啊 可是真正 让香港社会 变成了这样的 这些组织 这些人又在做什么呢 然后的话 天天给你搞政治 搞政治 所有问题 出门向右转 找政府就完事了 天天告诉香港人 这是共产党 笼罩了什么香港 共产党什么黑手 身向香港 天天给你搞这些 然后的话 他自己真正把香港毁了 搞的贫富差距如此之大 搞的民怨如此之大 然后他们不出来负责任 现在又开始向香港人 表达他们有多可怜了 你看一看 我们都解散了 你还要啊 让我们那个什么 那个段子军孙吗 现在表达的就这种态度 那个那个教协解散了 哎呀 我民阵可能会解散 我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职工盟 可能会解散 我们那个职联会 可能会解散 你看一看 我们都已经解散了 你不要再针对我 没完 你们做的事情 你们要负责 大家明白了吧 但是每一个大陆的朋友 记住要小心看待这些事情 不要被他们利用了 然后的话 向香港的一般人展示 你看一看 他们有多坏 不要这样 要知道 要让他们负责 是一个成熟的事情 而不是让大家兴奋的一个事情 而且他们的解散 也不见得是一个好事情 有本事出来硬干的 所以说大家要看明白 想清楚这些事情 好吧 今天这一期就讲到这了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